大家好,我是高雄大學陳宜兆 我的專長領域在兩個面向 也在建築資訊的應用 以及構成專案管理方面的議題探討 在構成管理應用裡面 為什麼我會提到說 在最近的發展跟以往的 我們在對工程管理的面向不太一樣 所以專案工程的複雜度 以及它的規模越來越龐大 在工程管理裡面 同時必須要考慮到成本、時程 以及在品質上的要求 那面對這樣多面向的需求 仰賴以往人為的方式 或靠經驗的方式進行管理 已經不能夠滿足現在專案的需要了 所以輕人來開始應用電腦工具 來輔助我們建立最佳化的決策 例如人工智慧的發展 或甚至於BIM 建築資訊模型的應用 就是這樣的需求所帶動的 好 那建築資訊模型應用 該從哪個面向來看呢? 我們引出一個比較不一樣的觀點 必須要從目標導向 也就是說從應用面去理解 資訊內容的取向 從中找到建模的根本 那這幾年來我除了在 剛剛提到的BIM的應用 以及專案管理相關的發展以外 也帶著學生參與了我們的VDWC 就是虛擬設計世界盃的競賽 這個議題非常的有趣就是說 主管單位每一年 選舉一個代表都市 設定這個都市在發展歷程中 它所需要去改變的 或是需要去提升的項目 那多數都是跟交通 跟我們的房災 跟節能有關 舉例前年裡面 同學去比賽的題目 是以墨爾本為主 那這個題目裡面 就選了一個墨爾本彎曲的區域 希望在未來 能夠滿足在人口的增長 交通越來越複雜 以及面對全球軟化 防戰議題裡面 找到一個最佳的Solution 所以可以看到這一組同學裡面 他從GreenWay這個組合 去設定 他們希望未來 墨爾本 在城市發展的樣貌裡面 一個最佳化的設計的去向 那這樣的一個需求 並不只有在新年國家需要 例如說去年的比賽裡面 主辦單位則是選擇 這個緬電的陽光 這幾年來 正進行發展的一個 投降為主的這樣的都市 我們都以為說 似乎在相對發展比較 緩慢的都市裡面 這樣的新科技可以代表他們 怎樣的改變 事實上 這個新科技 反而帶來更大的效益 原因是因為 仰望在都市裡面 交通複雜的程度 甚至於對於能源的需要 以及都市環保相關的一個議題 更是科普倫碼 希望期待被快速的解決 那這兩年裡面 我們同學都有很好的成績 他們在列經辦理的比賽過程裡面 從出賽 副賽 到最終 到日館參加決賽 我們都分別拿到了 兩屆的世界杯的冠軍 那以上就是我相關研究 志祺人的發展重點